接下來教育處處長 處長我從第一個會議就開始非常關心苗栗的國民運動中心 那很多縣市台北市每一個行政區都有一座 新北甚至有的行政區有兩座 但是我們整個苗栗縣卻一座國民運動中心都沒有 那處長是不是目前有爭取到了一定的經費準備未來要來規劃 報告一座上次還有縣長上期提議數是答應給我們三座 但是這是競爭型的要看鄉市公所那邊 是不是提供給我們非常完整的土地 我們再來送見然後找一下來看 原則上苗栗它是答應三座 每座的經費大概預計可以升級到多少成 一座一億 我們之前教育處其實就有在竹南草辯運動公園那邊 有一塊預計要來做 當時的計劃經費規劃是自益 所以你也是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小的嗎 它不是continent的政策改變 因為它之前做的這麼大 其他縣市做的這麼大 就是功能不上 譬如說一個教室放了二十台的 把國際其實用了只有兩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的這個國民電動中先做游泳師 這個游泳師 往往都被一些民間的團體說霸占 那要游泳的人就不能去 所以造成種種的困擾 所以體育署那邊就改變策略 用一億讓民眾可以進去做各項的活動 那這樣子一億的經費我們大概可以做哪些游泳師 這個要看我們的規劃 對啊 是你們要規劃嗎 那你可以告訴你的規劃是什麼 應該就是一些運力鈔 重量訓練 一些體勢能的檢測 室內的球場呢 室內的球場應該躲在那邊 所以我們會發現我們的運動公園 因為坐起來之後沒有游泳食 沒有四天的球場 只會有一些重訓跟一隻教室 好 這個樣子的國民運動中心 老實說了 在討論竹南地區 我相信很多民眾都等 運動中心等了非常的久 那如果未來我們好不容易爭取到的經費 做的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版本 我相信民眾是沒有辦法幸福的 這個是全國性的規定 好你們有沒有辦法自己增加經費 把它做的比較大 沒有 好縣長 縣長 室內球場 拜託大家等很久了 台北的運動中心都是可以 每個禮拜登記之後就可以去使用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室內球場 我們先對自己下來以後 然後看它規範的內容 如果是不出的話 我們可以加碼 我們來加點額外來加 好謝謝縣長